HELLO 大家好我是貝二叔 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常被已讀不回 因為你有這三個習慣 我先說已讀不回其實就是網聊嘛 不會有人面對面聊天的時候已讀不回 欸等一下想要吃什麼嗎? 你已讀不回我幹嘛 我只是在想要怎麼回 面對面聊天的時候 你看對方表情 你就會知道對方正在想對吧 或是他正在思考 所以你會慢慢讓他想 個一小時 再決定要吃什麼 但是網路聊天其實你是看不到對方表情的 所以也有一種可能 是因為你過於看中對方 所以當對方已讀不回你 也許才一分鐘你就覺得被已讀不回了 之後開始負面想法一直生出來 之後每過五分鐘就看一下訊息 怎麼都沒回我 我說錯什麼嗎 我做錯什麼事情嗎 我直接傳屌兆太過分嗎 之類的 就是網聊沒辦法看到表情反應的 不確定性因素 再加上你可能特別喜歡對方 看中這個對象 所以導致你們聊天 對方回的慢一點 你就覺得自己好像被拒絕了 自己失敗了 自己表現不好 但可能他只是剛好在忙 所以回比較慢 又或是其實是因為你過於喜歡對方 所以你在傳送訊息 相對起來就是 非常的無聊保守 而我會覺得 你先把跟對方網聊這件事情 把心態放成 假如你只是跟一個好朋友聊天 你會在那邊覺得他一天沒回自己 或是對自己一讀不回有什麼嗎 通常就下次隔天再去密對方就好了對吧 而不是在那邊擔心手怕 阿他是不是拒絕我 他是不是覺得我很無聊 他其實很討厭我對吧 假如會被已讀不回或是不讀不回 就這樣的思考邏輯 那麼也許你過分的 把心思放在這個對象上了 當然有這些想法是正常的 因為畢竟你就是喜歡對方 但假如因為自己判定 已讀不回或是不讀不回 就是對方討厭自己 對方不喜歡自己 那其實你想法是這樣思考的話 你之後想要跟對方繼續聊天 阻礙就會很大 你聊天的阻礙變成是自己去設定的 那我會覺得很可惜 因為實際上可能並不是你想的那樣 因為網聊會不順 又或是已讀不回 先扣除是對方真的不喜歡自己 或是對方很不會網聊 對方家裡沒網路 對方的手機自動封鎖你 有很多因素也都會是自己能掌控控制的 想要了解網聊到底怎麼聊 可以讓女生被自己吸引 甚至想要跟自己約會 絕對不要錯過這次推出的新課程 網路聊天最強攻略課程 10月5號開始上線 促銷一週六折 有興趣的朋友不要錯過唷 我們來聊哪三個習慣導致你 常常被已讀不回 第一個 沒意義的開場 沒意義的開場會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你丟意義不明的開場 可能會是 嗨 你好 哈囉 皮卡丘 馬卡亞囉 就是對方收到這樣的訊息 通常會覺得 你在三小 你是要幹嘛 完全不知道你要幹嘛 你要了解 女生假如是有吸引力 有許多男生在追求他的 你去丟一個意義不明的開場 除非他本來就超愛你 不然一般來說可能不知道你要幹嘛 就已讀完也許就不會理你了 甚至可能連點也不會點 也許你是想說 我想要先問個好啊 等對方回應我 再說自己的目的 但其實你丟的東西意義不明 你等於是增加對方的溝通成本 所以對方要怎麼回你 找我幹嘛 怎麼了嗎 回你一個問號 你不如就直接丟你為什麼要密對方 可能是分享有趣的影片 講你的觀點 分享你遇到的有趣故事 分享你覺得對方會想要知道的資訊 而不是一個意義不明的開場 通常這樣的去丟 大部分情況 對方對你已讀不回很正常 因為不知道你的來意 也不曉得你要幹嘛 其實通常就不會想要回你 而拉高對方跟你網聊的成本 除非你對於你的網路展示面 或是你平常跟對方互動連結度 有一定自信 不然你去丟這樣的開場 就是風險頗高的 也不是說不能這樣丟 只是你習慣這樣丟 就是被已讀不回機率很大 那另外一種會這樣丟開場的人 也許會是不知道要說什麼 或是怕多說多錯 所以那寧願丟少一點 但其實當對方不清楚你的觀點 你秘對方目的是如何 反而會很不想浪費時間跟你聊天 不是每個人都很閒 尤其對方假如是有一定價值的女生 一定常常遇到像這種沒意義開場的人 因為這樣的男人超多 而你只是把自己變成像其他人一樣 沒特色的去找他 那他要回你機率就更低 尤其假如你們本身就沒給對方留下什麼深刻印象的話 那被已讀不回正常啦 所以假如你要去祕對方 不想被已讀不回先去思考一下 自己這個開場是為了什麼去開場 同理心去想想 對方收到會有什麼想法 你不要一開場就為了讓他看你屌照 這樣他就會臉紅心跳加速的 報警外加封鎖你 我們來說下一個 你對他來說不重要 其實就是你跟對方連結不夠深 也許第一次互動沒有產生足夠大的印象 讓你對他產生吸引 這會有關於你跟人互動展現出來的 淺溝通是什麼樣子 是有價值吸引人的 還是魯蛇沒特色無聊的人 而假如是網路認識的 就會是你網路形象呈現出來 是多吸引人 所以這不會是你在聊天上丟出什麼 所以造成對方遺讀不回你 而是你在他眼中 呈現出來的吸引力多大 你對於他來說是怎麼樣的人 你越有吸引力 對他來說價值越高 對方越不會對你遺讀不回 這就好像 你遇到超級正的妹子 和遇到完全不是你菜的女生 你會回誰 當然會把時間留給超級正的妹子對吧 沒有啊 我才不是這樣的人 我全都要 太貪心了吧 而女生在判斷男人是否有價值 不只是外表而已 外表是其中一個因素 還有你生活型態呈現是什麼樣子 你聊天整體感散發出來是高價值的人嗎 還是沒存在感畏畏縮縮的狀態 這些都會影響後續對方在接到你密他 他會想要怎麼回你 通常連結感不神 對方完全沒被你吸引 你去密對方 他對你以讀不回都很正常 所以你可以反思 當自己在第一次跟對方互動上 是怎麼呈現自己的 另外一個點就是 網路呈現出來的形象是怎麼樣的 這會是你可以思考的方向 而不是把方向思考 應該丟什麼話題 對方才會回 或是要裝可憐想一些套路 因為其實重點不會是這些 而你假如是用套路一些技巧讓對方確實有回你 但技巧和套路 只能讓你有效一時間而已 以長時間拉出來看 你本質上還是一樣沒吸引力 那其實也沒用 你只是讓自己跟對方忘了 拉長一點點時間之後再失敗而已 我們來說下一個 你在索取對方價值 其實這個意思就是 對方在跟你聊天 會感受到你的匱乏壓力 或是你在跟對方互動 沒有給對方帶來好的情緒感覺 或是有用的資訊 這要怎麼說呢 可能你聊天很無聊 你們聊天本身沒辦法讓對方帶來樂趣 也沒辦法吸收到有用的資訊 又或是他跟你熟了 也對他各方面沒有什麼幫助 相對的 也許因為你喜歡對方 你硬是要跟對方聊天 因為你喜歡他 所以導致他每次回應 對於你來說 你是得到價值了 但對於對方來說 並沒有 那久了他就會覺得跟你聊天沒意義 那你之後被已讀不回的機率就非常大 你可能會覺得 女人都那麼現實嗎 沒有得到價值就不能聊天嗎 其實不只是女人 而是人就是那麼現實 除非你們是老朋友 以前有經歷過許多難忘的體驗 不然假如都只是新認識的 甚至想要吸引對方到交往 不會有人想要浪費時間 在美意義的互動上 尤其女生更不會想要浪費時間 在只會索取自己價值的人身上 因為他只要有點吸引力 這是會一直出現的情況 各種人會去追求他 所以女生的篩選機制就會很快 很快就會篩掉沒吸引力的人 而什麼對於女人來說會是有價值的人 有些人會說 有錢 帥高 這會是其中一種 而也有許多種會是 你呈現出來的整體感是什麼 你呈現自己會是幽默有趣聊天 很容易讓對方 想要聽你訴說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你容易影響對方的情緒想法 又或是你的生活歷練 體驗過各種事情 可以給予你的想法經驗 或是你可以創造出對方覺得跟你在一起 他可以成為更好的人 也許你是健身教練 他想要身材變更好 那這也會是一個價值的展現一種 當然我不是說你就要秀出你多會健身 而是你假如跟女生互動上 你沒有呈現自己的價值去分享 讓對方從你身上得到許多價值 而女生只感覺到自己 一直被你占便宜 甚至女生會覺得自己價值比你高出許多 那麼很容易就會造成 之後他不會想要投資時間在跟你互動 你就想像成你跟一個人聊天 每次聊天他都要跟你借錢 每次都借一萬塊 之後會想要跟他聊天嗎 不會對吧 但是假如你跟這個人聊天 每次他都給你一萬塊 甚至更多 你是不是會期待跟他聊天 甚至自己主動去覓對方 你要改變的會是自己聊天的模式 假如你網聊會是無聊不有趣 只是在那邊硬聊 又或是你生活型態各種都是無聊平凡 又不懂得怎麼樣 用不同的觀點把無聊平凡的事情講得很有趣 也沒有再充實生活體驗 加上自己會去壓抑自己的文字限制詞語 那你在跟對方互動網聊 很容易對方沒感覺到吸引 就會像是他跟你聊天被你借一萬塊 沒聊一次就會覺得厭惡感變重 那也許一兩次 你就會被不讀不回已讀不回了 好總結 沒意義開場 你對他來說不重要 你在索取對方價值 三個都有 那麼你常被已讀不回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現在還有救 是我的網路聊天最強攻略課程 我沒有要推課啦 就先聊到這啦 那喜歡這部片的朋友都可以按讚留言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 哈囉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